你回来啦,今天是什么? 你今天怎么又在叫? 不是,最近真的很闲啊 我就把特休请一请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对工作的态度很消极 要不然你是要我怎么样?换工作吗? 你这样何时我们才能用自己的家啊? 反正女人女人就是现实 我是菊才,今年28岁 一个在台北打拼5年多的高雄人 打拼了几年累积了一些人脉 自己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 帮我眼神看这个方向多一点哦 好,这样很漂亮 我一直希望可以当一个在经济上不仰赖男人的女人 也觉得这是现代女人的自由关键 菊仔先走咯 哦好,今天辛苦咯 啊,再不去超市,肉就要被抢光了 虽然想当个新女性 但骨子里还是有传统那一面 我从对家事一窍不通 到现在会懂得去抢超市的几起食品 精打四算去一趟超市花的钱 可以让两个人吃几餐 我一直都觉得这些事情很幸福 在台北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我与男友一起租在不知到何时都更的台北老公寓 与旁边一些新的大楼就像两个世界般 你说每天走在破旧楼梯间会不会觉得自己生活过得很苦 其实对女人来说 女人怕吃的苦 跟男人想象的争夺不同 你回来啦,今天吃什么 你今天怎么又在家啊 公司最近真的很闲啊 我就把特休请一起 能混就混,反正公司也不会帮我加薪 不用替公司卖命 公司带了三年都没有加薪 是不是不太有未来啊 台湾公司就是这样 不愿意给 所以大家都只愿意做分内的事情 这样上班大环境不好 你可以想写创业的项目啊 哎呀,创业要本金 我就没有那个屁股啊 我当初创业也没有本金啊 那都是借口吧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幸运 可以创业成功 你知道创业的风险有多高吗 我妈就觉得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是最重要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创业的料吧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对工作的态度很消极 对工作也没有热情 要不然你是要我怎么样 换工作吗 你这样何时我们残留自己的家啊 反正你们女人就是现实 我就不是有钱人 跟着我真是委屈你了 你知道我不是在嫌弃你没钱啊 只是几年过去了 我不觉得你有很努力计划未来 你创业了不起吗 创业就可以瞧不起上班族就对了 如果你要用这种态度面对自己的未来 那我想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你的眼里只有钱 我对你再好都是屁 如果你只想过好生活 不想跟我一起吃苦 可以早说 刚出社会的女生就不会这样 我觉得那才是纯粹的感情 我也是刚出社会就跟了你耶 你还记得吗 你知道吗 对女人来说 真正的苦不是物质缺乏的苦 心里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会我会再收过 那再请你把简报发给我 好的谢谢 我回去收email 好拜拜 难得约电话讲不停 真的是工作垮你 哎我也不想要这样啊 但生活不容易啊 你就是好身心太强 知足日子就好过啊 人生就是要充满干劲 才能有好的未来啊 想要过好日子 就要付出努力 这几年你必要好多哦 菊仔 有吗 应该是长大了吧 人总要成长啊 只是我觉得 以前的你感觉比较快乐 现在开口闭口 都是工作赚钱打拼未来 感觉变事故了 哎我要是有一个很强的另一半 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吧 是吗 如果你放松依赖一点 男人说不定会更有感劲呢 不知不觉 我是否变成了一个 不可爱的女人了 哎 搞得工作更没劲了 请问是啾啾吗 我是 你是 我是公关部的小黎 昨天才刚到局 请多多指教 哦 小黎 你好 因为我听同事说 你算公司元老 了解公司整个文化 更严格 有蛮多事情想要请教你的 不知道你下班后 有没有空 吃个晚餐聊聊 哦 没问题啊 我知道的事情 我尽力解答 太好了 我才刚毕业 觉得你们出事会体验的 看起来好照哦 有喜欢吃哪类的食物吗 在附近我很熟哦 今天要加班 不用等我吃饭了 这应该是跟局仔交往五年来 地质私底下跟姓妹子吃饭吧 小黎年纪还小 什么都不懂 看什么都新鲜 想什么都被逗笑 所以大家都叫他暗黑秘书长 你自己要当心一点啊 哇 感觉好像当初都是地雷耶 男人要的 不就是这种可以让我们有成就感的女人吗 这顿我请哦 福神结账 出社会的男人就是man 真好 威塔雪里面的女生质感真的都不错耶 交友软体都是照片吧 不会啦 多认识人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缘分到了 就自然会有啊 我看众相处的感觉 现在流行缘分靠自己创造嘛 你下载一下吧 被强迫下载来交友软体后 抱持好奇的心态开始用 但坦白说 看着这些完全没交集的美女照片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直到我滑到了局仔 看着他一个女生 拿着大大的相机 看起来特别有个性 我就将他滑向喜欢 竟然就这样配对成功了 从那时候 我就跟他每天聊天 所以你假日都在干嘛 假日都会到处走走拍照啊 你呢 我都在想要怎么把你约出来 太油了吧 不适合你讲哦 终于来到见面的日子 我超紧张的 一看到他 我马上就知道 我会爱上他 哈啰 嗨嗨 嗨 嗨 干嘛发呆啊 是我长下人吗 是 漂亮的下人 哈哈哈 就说你不适合这种 刘昌华调的话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啦 跟你约这种甜点店 家的甜点店真的超厉害的 别看我这样哦 我可是台北甜点的哦 爱情很奇妙 爱情很奇妙 当他来时 世界好像就只剩你嘛 你会觉得 之前的日子都像白活一样 哎 当我买过了 真的假的 我请就好啊 你干嘛啊 这种小顿的 我请就好啦 等你变我男友后 你有的是机会请客 那时候 那时候 我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眼前 这个女人幸福 但沉重的生活压力 把我们都变成了自私的人 让你请客 这样我们好像在约会哦 真不好意思 你说的对 还是别让你误会的 好 那我们分开付吧 哦哦哦哦哦 好啊 没问题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一起来打电动啊 好像有好久没有一起打电动了哦 记得刚搬来这时 每天都玩到天亮 对啊 这一年除了工作 好像没有什么娱乐 哎 我今天都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来做 汽车周边的生意 真的啊 不错啊 不是一直都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啊 而且你也可以帮我做产品的商业摄影 哦 好哦 给你打发球 喂 创业初级赞助一下啦 哈哈